歡迎收看Ryu加油Jun 我叫馬紅芝 大家好 今天我是來到朋友的酒吧 然後這次要點是一瓶物 一瓶物 一瓶物 一瓶物算是一個日本菜的酒類吧 所以可以選擇是從上面開始煮的話 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接下來是北京風あさり炒め 北京風あさり炒め 第三是中國是回鍋肉 但是日本語叫回鍋肉 然後長山の麻婆豆腐 長山の麻婆豆腐 そして牡蠣のオイスターソースフライ 牡蠣のオイスターソースフライ 最後は特製ソースで春巻 特製ソースで春巻 一瓶物 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北京風あさり炒め ホイコロ 小山の麻婆豆腐 牡蠣のオイスターソースフライ 特製ソースで春巻 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牡蠣のオイスターソースフライ 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 非常美味しいです 牡蠣のオイスターソースフライ 然後接下来是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白菜とキクラゲの炒め物 中国式還是水餃子 比較有名 或者普遍的 但是這個焼き丘子 也就是在日本的話 很受歡迎 所以它是用這個做好了 然後接下來是マグロの刺身 因為伊豆 這個地方是有海邊特別近 所以就是老闆 有時候他自己釣魚下來 然後就給我們就是吃了 這個是可以可以 日本語叫サービス サービス 所以呢 這個地方 就是沙羅 這個地方是以前在北京 但是現在老闆回到日本之後 再開了一個同樣的店 然後雖然在日本 但是可以就是享受中國式的一個菜 嗯 然後當然是老闆也是會說中文 然後老闆娘是 也是中國人 所以用中文聊天也可以 然後當然用日本語聊天也沒問題 嗯 在吧台可以聊聊天 然後他老闆也是在中國很多年一直在 所以就是共同的話題也很多很多 嗯 這裡有他們的孩子 也挺挺可愛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過去看看 嗯 想去的人 移動 嗯 有一個 不是東京 但是如果你要想去那邊玩一玩的話 你可以聯繫一下 我可以告訴你們怎麼走 嗯 好 那麼今天差不多就到家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 所以我們會不會搬去更多的 escr능